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都在艺术上有着很高的成就 但是却鲜少有人知道他们的爱情故事 大女人小男人 女强男弱都有过婚史 这样的两个人谁也不会想到他们会白头偕老 其实乐居世家出身的罗家英 1987年与汪明泉在戏剧上多有合作 并且大获成功 之后的几年里 罗家英一直对汪明泉体贴入微 让汪明泉甚是感动 两人决定走到一起 但是汪明泉说了 我可以跟你谈恋爱 但是不会和你结婚 在罗家英之前 汪明泉曾结过一次婚 交过几个男友 其中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汪明泉在日本留学时 与香港富家子弟刘昌华相识 两人年纪相仿 青春正茂 而且当时身处异国他乡 经常会一起吃饭聊天 很容易就产生了感情 回到香港后 汪明泉进了无限 成了欢乐今宵的主持人 实现了自己事业上的腾飞 很快刘昌华就向他求婚 当时可以说是汪明泉事业 爱情双得已之时 1971年24岁的汪明泉 和刘昌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刘昌华家世那种比较传统的 旧式大家庭 公婆希望汪明泉 能够早日为刘家生儿育女 可是汪明泉 却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计划 他不想放弃 好不容易得来的事业机遇 所以一拖再拖 终于拖到婚后第六年 连老公刘昌华都着急了 汪明泉也只好听从家中安排 好不容易怀上孩子 没想到事业心相当重的汪明泉 在拍摄电视剧嘉辫时 流了产 此事也让汪明泉的婆婆大为恼火 慢慢的在婆媳关系中 汪明泉和刘昌华的感情 也就越来越淡 其实这段婚姻的后期 汪明泉和刘昌华的感情 早已消失殆尽 只不过双方都拖着 没有办理手续而已 1983年 两人终于结束 维持12年的婚姻关系 汪明泉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感情 就是与无线电视台 金牌主持人何首信的恋情 这段感情中 不仅男主人公何首信 是汪明泉最爱的男人 而且因为汪明泉和何首信 恋爱时 都发生在两个 各有婚姻伴侣的情况下 所以说 汪明泉最不愿意 回忆这段感情 何首信与汪明泉的绯闻 始于1975年 那时两人 无惧狗仔队的追访 依旧敢于手牵手 亮相于人前 不管两人的恋情 真假与否 但是两人是非常有胆量的 不过何首信的原配妻子 欧家慧是忍不下去了 欧家慧与汪明泉 原本是非常好的朋友 但是随着新闻越吵越烈 欧家慧不得不相信 自己的好朋友 爱上了自己的老公 当时八卦新闻中 不乏关于何首信 原配妻子 欧家慧和汪明泉 当面对峙 甚至大打出手的新闻 在何首信离婚后 两人便光明正大的 走到一起 可惜的是 何首信并没有始终如一 将汪明泉捧在首信 1985年 还闹出了 舞女勒索的 桃色事件 最后此事 还是汪明泉 帮何首信摆平的 事情解决了 汪明泉 汪明泉对何首信 也失望至极 两人不久就分了手 直到罗家英的出现 罗家英对汪明泉表示 我不会让人欺负你的 其实这句话 一下子刺中了汪明泉 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汪明泉性格刚强 而且极有主见 他这个人和他饰演的 霍青铜 非常相似 越是这样的性格 内心深处 越渴望一段真实的感情 所以罗家英就是在这个 合适的时间 出现在汪明泉身边 最合适的那个人 两人谈了二十多年的恋爱 2009年才结婚 罗家英说汪明泉脾气不好 不敢结婚 怕和他结婚了 两三年就离婚了 不得不佩服罗家英 离了婚 汪明泉很难回头 而情侣之间 分分合合都有回转余地 1994年 汪明泉被检查出 患上甲状腺癌 罗家英陪伴他 一同面对疾病 在积极治疗后 汪明泉成功痊愈 而2002年 汪明泉再次发现患上癌症 这次是乳腺癌 这次依旧是 罗家英守护在身边 不离不弃 贴身照顾 很幸运切除肿瘤后 汪明泉恢复健康 可是仅仅过了两年 罗家英也被检查 患上肝癌 这次轮到汪明泉 轻心照顾罗家英 汪明泉甚至还做出了 这辈子最有勇气的事情 为罗家英加油鼓劲 就是向罗家英求婚 他告诉罗家英 等你好了 我们就去旅行结婚 这句话让罗家英 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其实也可以说 两人通过几次人生的 大起大落 都看透了生死 互相陪伴 才是爱情的意义所在 但他们中间 不是没有争执 没有遗憾 前段时间 媒体曝光 罗家英的一则专访 称他很遗憾 没有孩子 找不到人 继承乐剧一波 罗家英在采访中谈到 和汪明泉这么多年的婚姻 言语之间难掩幸福 两人在工作中相识 一场乐际演出 结束后 汪明泉开心地 亲了罗家英一下 令他心生爱意 他还表示 汪明泉私下 是个非常独立 有主见的人 控制力极强 但自己是个 不喜欢被控制的人 所以刚开始结婚时 和阿姐会有些争吵 后来 罗家英找到一个 解决争吵的办法 每当争执爆发 他会沉默 大家各让一步 这样就能和平相处 另外 74岁的罗家英 没有孩子 阿姐在第一段婚姻 经历小产之久 就一直没有生育 也不愿意领养孩子 因为她觉得 收养孩子责任重大 需要时间去教导 也不能放弃 这件事情 也是罗家英 一生的遗憾 她说 我有艺术天赋 如果有下一代 一定会教她演戏 将本事传给她 做不做得好 做不做 都由孩子自己决定 但是现在没有法子了 汪明泉则认为 不能太贪心 对现状很满足 除了孩子之外 另外一件事 也让观众们很惊讶 罗家英接受内地媒体访问时 就谈到与阿姐金钱关 更坦言 二人财政独立 一直以AA制的形式去生活 罗家英直言 我们是财政独立 他赚的是他的 我赚的是我的 我就每个月给多少家用就算了 主持人问 出去旅行 这个钱是你出 还是你们俩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这个算那么清楚吗 也不算得那么清楚 比如吃饭是你的 住房是我的 租车是我的 大家没有什么 因为我住医院几十万 他没有给我钱 我就不谈他的钱 都是我自己给的 他住医院也是他自己给的 大家分开 而罗家英一坦言 赚得没有阿姐多 我说我钱没你多 你出鸡我出酱油 我的酱油没你的鸡多 所以你不要在我那个里边拿钱 我不会给你的 而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罗家英跟汪明泉恋爱的时候 名气和财力都远不如汪明泉 他没有房子 借住在汪明泉家里 那时他们已经是恋人 但罗家英还要每月给汪明泉付房租 两人恋爱了22年 他付了22年房租 据悉 阿姐除了与罗家英 自住西贡银县湾的三层高层独立屋外 投资有道的他 亦持有限市值3800万的 广播道上域中层单位 市值1800万的广播道 加伯园低层单位 即限市值2800万的 可是电道 相信阿姐单单是物业资产 已经超过2.5亿 而当时汪明泉被问到 知不知道老公身家时 他表示完全不知道 婚后对方赚了不少 但这么多年以来 都没有主动增加家用 只能无奈劝自己 讲钱伤感情 罗家英见状再次补到 称自己一向不让汪明泉知道 自己赚了多少 半穷是最好的 其实他们的AA制婚姻 看似荒唐 实则这背后是汪明泉 过度自我保护意识 还有罗家英的大度和珍惜 如今罗家英已经76岁了 老了身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一年来 罗家英两次因身体抱恙 而入院治疗 在进剧组拍戏之前 罗家英曾做过 前列腺细胞检查 因为有细菌感染 导致40度高烧 最后不得不住院治疗 在香港治疗期间 罗家英又被发现 患有肾炎膀胱炎 近日 罗家英向媒体透露 自己在最近做了前列腺切除术 罗家英透露 自己前列腺癌指数变高 检查发现已经有癌细胞了 看到罗家英的照片 似乎瘦了不少 罗家英还表示 妻子汪明泉这段时间 很辛苦地照顾自己 不分日夜 好像不需要睡觉一样 术后罗家英出现了后遗症 失禁 24小时内 必须要使用尿不湿才行 这个状态 可能要维持一段时间 等待之后慢慢恢复 经历了人生的高高低低 如今罗家英 对生活最大的感悟就是 健康就是一切 所以如今 她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去医院复查 并且遵从医嘱 而汪明泉的照顾 也给了她强大的支援 罗家英和汪明泉两人身上的那种 开朗 与对事业的热忱 都非常值得尊敬 正所谓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最后也祝福 罗家英和汪明泉 一切都好 那么今天 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您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